受害者及所有的家屬 在此次此刻 最需要是如何 抚平他们的伤痛 让他们能够 在社会上 勇敢的再度的站立起来 所以对一个重大事件发生 最重要的是把事实的真相 把它理清楚 让所有的受害者 以及所有的家属 能够很清楚的 来给他们一个交代 那每一个负责任的 所有的官员们 包括司法调查 要用最快的速度 把造势的原因跟责任 厘清 该追究刑事责任的 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轻易的放过 该民事赔偿的 大家都要勇于承担 该赔所有受害者家属 以及受害者这些伤痛的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事实厘清的时候 把整个原因要做一个反省跟检讨 尤其台铁 台铁一而再再而三的造势 让民众对我们的台铁交通的运输 非常的不放心 如果再重拾信心 让民众搭乘台铁 有一个安心回家的路 也是我们必须要刻骨铭心 去检讨 期待这些事情 因为有检讨而不再发生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努力的做事 期待台湾不要再有 重大的交通事件再度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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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